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沿着南侃西河畔 是沿岸居民散步骑单车 休闲的好去处 每逢假日时 人口络绎不绝 大人小孩一起来运动 这里俨然是 桃园人假日休憩 最热门的景点 但是说到骑单车啊 就不可不提到 桃陵铁岛 由龟山到桃园 再到林口 沿途风光明媚 总长约十九公里 是城市探险的好去处 也是许多单车族的最爱 更是许许多多桃园高中学生 永远甜蜜的回忆 今天我们邀请到我们首席的朋友 我们在 卢山原社区大学悠游拉二胡的庄淑淳老师 参加我们卢山原社区大学 这个地方自治学桃林铁路的地方自访谈 那我们希望从很活泼健谈的淑淑老师这边 发掘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事情 首先想请问老师您在桃园住了多少年 假如说在桃园在大会计的附近的话 我们那时候是国宅六十四年 那时候我就住在新埔这边 那新埔因为我老公在八十几年的时候 在七十几年他因为是社区的理干事 七十九年八十年 那就他在那边理干事 所以就在大会计那边 他理干事他要带动一些活动 那我就去参加他们的活动 那譬如说他们有北馆班 当时他们北馆班也没有办法招到人 所以我就先去报名参加 我也学了两周 可是很可惜 我就没有后来就把他们人数带起来以后 我就离开 因为那时候小孩还小 退休之前的工作性质 然后是怎么样跟社带有这个缘由的缘分呢 我退休之前 我说实在话 我都一直在跟大会计 因为我早上应该是六点多起来 我们大会计有一个土砰班 六点半跳到七点半 我是在国税局服务 所以七点半 我们那时候在三明路 也有在复兴路的时候 我这样子去上班刚好可以赶上 所以就是在那边跳舞 跳舞后来又 我们大会计 土砰舞班又整班也参加了环保志工 那有旅游 所以都跟我们大会计结了生缘 大会计又成立了协会 那我在协会也很荣幸地跟大家结缘 他们也给我在那边当理事 到现在也还是理事 那我很喜欢大会计这个地方 因为他们爷爷办的理事长 理事长我的哥哥也是 也有在前任当了一届的理事长 我先生也有在那边当了总干事 所以在那边经营 后来又有缘 我进到大会计以后 又认识了我们前校长 彭宣峰彭校长 那他觉得我在那边跳舞 他觉得我很认真 他知道我学二胡 他也帮我引进了舍大来教这二胡 跟大家广之也善于 所以在退休 要退休之前 因为我也很荣幸在这边有开 班有开成 所以我就很快的 就赶快在104年就办退休 你说桃林铁路 我们当初 我们在跳舞的时候 应该是说铁道有在走的时候 那时候铁路还没有停止的时候 我们每天在跳舞7点多都会看到 陶高的学生搭火车 从那边火车伸摘到嘟 我看得好高兴 我都在想 哪天我也能这样去搭一下 我们土豪班人有人等都去搭 傍晚那一班搭火车很快乐 所以在桃林铁道里面 我是很喜欢有那种火车的感觉走过去 可是现在目前好像就改成了用走路的步道 走路的步道 我其实我也有去走 可是也可以用骑车 可是骑车里面 因为它步道人在走 你骑车的话不太方便 都会影响到人家 所以我骑车的话 我就不骑那一段 我大部分都骑南凯溪沿岸那一段 桃园 梯田 梯田的部分也是很棒的地方 那梯田在我们二胡在上课的时候 我会想说 怎么会我们的活动中心 学生都要停地下室停车场都停不到车位 后来我才知道 可能外线市人都开车到梯田玩 那梯田里面的设备 我听我孙子 我儿子里面儿子去玩都要排队 都很高兴 这我们桃园真的是很好的 景点也值得大家去玩 也值得去推广的地方 在虎头山部分的那个花式部分 也是现在也整理到很棒的地方 可以欢迎大家 应该都把我们桃园的点都要把它好好的转一下 你会觉得我们的建设 我们的建设桃园的建设一直在进步中 谢谢 谢谢老师 今天很精彩 很详细的跟我们分享 我们今天访谈 谢谢 谢谢 桃林铁道 走过了岁月 经过了风风雨雨 又将在未来 为我们带来什么样不同的经济 社区营造文创的新面貌呢 就在政府的努力下 让我们一起共同来期待吧 我紧紧别作诗哟 不怕有多艰苦 为孤养的情报哟 为在地来拍拼哟 有纟纟红的乖 ת crumble 这样子 先进去 就无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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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